熱線10第七賽季的力行賽第四週的賽事 我是今天的主播 輝 我是賽平TOP 那我們今天一樣會為大家帶來五場的Ball3 第一場是NICE對上Mexay 第二場是MUMAIKA對上NICE 第三場是Rex對上MUMAIKA 第四場是HES對上Rex 第五場是HES對上Quater 終於來到下半輪啦 總共力行賽會打...等下為什麼他叫我蘇帳 等一下...出師了 力行賽總共會打兩輪啦 每個人都會遇到兩次 總共打兩輪 總共六週的賽事 所以我們前面已經...大家已經都先打過一輪喔 只有這個CREATOR目前是保持著不敗之聲啊 完全沒有人可以撼動他的地位 他好像有掉小芬吧 還是連小芬都沒掉喔 是不是連小芬都沒掉 確認一下 我看一下 我星骸上不去 稍等一下 你那個...星骸是不是會在那邊跑一條...一直在那邊跑一直跑的那個東西啊 消耗我直接...直接打仗到MUMA進去看看 他一直在那個...登錄畫面那邊轉圈圈 我看到啦...這CREATOR一個小分都沒掉啊 來了 對啊...而且他... 例行賽說實在表現得非常穩定喔 就是你...不會感覺到他... 就是...啊...這場好像會輸啊 其實都還好 他都是...穩穩的在打 我...我記得好像... S還是NICE有打一把啊 好像看起來要贏的 但最後...最後又被...又直接被打回來 那一把比較可惜 真的...CREATOR目前是有展現出他的實力啊 雖然說...是一下...在...之前跟那個...NICE他們在轉播機會的時候的時候 他們都說...CREATOR是可以擊敗的對手 對...他是他們裡面最弱的 結果實際上打起來...嗯...看起來CREATOR還是戰上風啊 之前...之前在打那個...之前在打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那個... 沒有沒有...禮拜三的那個...星圖的時候 他本來會說...欸...要選個對手...要選誰呢 選誰會來...有機會來送錢呢 那我們就講CREATOR是不是 對啊...CREATOR也是在...口在名單內啊 啊...結果事實上真的有打嘛 我記得他們好像有揪過CREATOR 但我要看一下... 到底是誰...到底是誰去打CREATOR去了 看一下啊... 是嗎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打一下 因為現在星圖的... 資訊實在太多了...我要一集一集慢慢看 我們第一集居然是我們的家政打灰 你們那時候還打到5比4...那時候到底怎麼打的...太神奇了 來看一下啊...我們一集一集慢慢點 會不會其實根本沒有邀過CREATOR啊 我也不太清楚他們到底有沒有邀過了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我們最近都在打那個團戰不是... 對啊...就...前面打...前面先打...就是...就是... 帶觀眾打啦... 我們換一個模式讓大家... 讓大家都有參與的機會 不然平常都是看... 都是看這些人...打...打久了其實也會膩 所以讓觀眾...讓觀眾也上來打一下 我看一下...喔...有有有有... 我看到了...HES之前有打過CREATOR 他在2019年的時候5比2CREATOR 星圖嗎? 對對對...星圖星圖 5比2... 我星圖已經兩年了耶...好猛喔 怎麼那麼猛... 很猛... 不愧是我們的前Rush隊長... 好猛... 好...那... 對... 一切交給AZ 什麼...什麼交給AZ 這個東西啊...都是他在弄的啊 對啊...前Rush隊長不是嗎 對啊... 好...來...第一張地圖來到布萊克本 地圖左下角紅色紅色的重選手 是... 呃...我們來自台灣的HES 地圖右下角藍色...藍色重選手 是來自越南的Gamayka 啊...我們... 這禮拜六也有比賽啊... 你的GG杯 啊...我也有打啊 你跟誰? 我跟那個... 我跟GoGoJoey還有凱文柳 哦... 啊你跟這兩位高手一起打 你良心不會不安嗎? 不會啊... 欸...說得好像... 要不要臉? 說得好像我是去躺憤的一樣 我也是在裡面扛著... 我也是在裡面扛著... 大量地面的壓力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是打什麼? 蟲... 人... 蟲... 沒有啊...蟲... 我們... 蟲... 哦... 蟲... 這樣感覺不錯啊... 我覺得打團戰... 三族都有... 就最前面嘛 對啊... 但其實我有一點不太想用蟲... 我覺得感覺我用蟲... 應該比較好一點 呃... 可是兩個蟲蟲蠻爛的耶 沒有沒有... 原因是因為... 一個蟲蟲在裡面... 第一個是你重拆... 只有一個重拆... 你重拆不能托... 可是你不覺得兩個神豬很爛嗎? 團戰... 還好吧... 我覺得兩個神豬... 我還能接受... 爛透... 我們兩個都是P黑... 我們會發揮... 我們兩個會發揮... 我們這個... 神豬最大的價值啊... 爛... 真的很爛... 我打同心你覺得... 兩個神豬真的爛透了... 所以你們... 所以你們等一下... 老鴨是不得玩神豬對不對? 我也是兩個神豬啊... 沒有我跟你講... 今天如果賽制... 是... 不能給錢... 兩個神豬就可以... 但是今天能給錢的話... 兩個神豬滿爛的... 也是啦... 你只要集中一個... 支援到其中一個重拆就好了... 不需要兩個神豬啊... 也是啦... 就是... 反正你就瓦斯全部給那個神豬... 然後去爆鳳凰就好了... 但是如果今天不能給錢的話... 那就不會有這個優勢嘛... 那這樣的話... 兩個神豬我覺得是可以玩的... 嗯... 我沒有說比較好... 我只是覺得可以玩... 但是如果今天能給錢的話... 兩個神豬真的... 真的就是... 千天就比人家弱一點... 而且重拆前面... 其實... 我覺得是... 還有一部分地圖問題耶... 對阿... 就這個... 就這一季這個天梯... 團戰還地圖... 礦不好開... 礦不好開... 重拆要開三礦都太遠了... 所以... 再加上... 如果隊友是... 人族跟神族... 你又不能鋪重拆... 你根本救不到自己的三礦... 對阿... 我知道... 重拆所面臨的困難... 欸欸欸... 白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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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越來重王嗎... 沒關係... 雕蟲小技... 雕蟲小技... 你這個狗進來... 挺多咬我一隻龍而已阿... 沒事阿... 搞不好那隻龍都不會死阿... 沒事了... 沒事了... 欸... 你殺我一隻... 我把你殺回來阿... 祝福... 但是... 每個家裡也是... 出事啦... 解決掉... 不過剛剛這個應該是科技都有看到... 對... 因為這個... 越南蟲這邊... 這個王蟲我看到這個... 還有看到這個... VC在加速... VC在加速阿... 這個VC... 有加速... 就... 原則上你就準備防... 教室... 教室一波了... 因為... 這時間點... 你看到這個瓦斯在採這麼多... 基本上不太會是... 不太會是狂戰士... 對... 那這邊是... 只要轉一個引刀... 等等教室也是會做前壓... 可能兩輪教室八隻... 然後接下來就... 把引刀刷出了... 欸... 兵銀... 他兵銀只有... 三個兵銀... 大概會補... 到... 四個吧... 只有三個... 三個有點少... 這裡有點危險喔... 沒關係... 沒關係... 那個... 那一隻教室出來... 然後... 他的那個... BG... 轉好了... 他的嘴臉往裡面左右反而... 接觸面積更大了... 沒事... 沒事... 還要硬咬這個BY嗎... 我覺得... 這邊硬咬... 應該咬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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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硬咬有... 這個硬咬有賺嗎... 我在認真想這件事情... 嗯...狗... 損失的蠻多的... 對啊... 因為其實等一下... 手這波你除了... 蟑螂之外... 你還有... 有一定數量的狗... 可以... 至少可以去追著那個... 教室的... 教室的那個幻影... 讓他第一時間是不敢直接... 往... 往裡面飄進去的... 所以這個狗送掉... 換這個BY... 我覺得... 是沒有很賺... 不過黑石這個BY也是補充滿啦... 所以他這個時候... 他也沒辦法刷教室... 好像還行... BY如果是在... 空門打... 好之前打掉... 那就差很多... 而且剛剛是贏好了... 對 贏到出來了... 哇... 家裡是有二本的... 但是... 有沒有... 好像沒有偵察引擎的... 沒有變... 然後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這種情況應該是... 起碼掉一個礦... 我覺得其實也不用砍礦欸... 我覺得... 你就分三線進去砍... 欸... 他有感覺是不是... 沒有... 王蟲看到了... 喔... 有... 看起來... 欸... 其實我覺得這X... 可以分三線欸... 他剛剛這樣子... 你這樣全部都待在這邊... 你其實砍東西那麼多... 他要直接硬砍正面啊... 我覺得這個... 砍這個正面不賺欸... 我覺得他剛剛分三線進去... 這裡應該已經... 大農民... 那他這裡應該至少... 至少是... 十農喜跳喔... 教室這邊出門了... 啊... 他這個教室出門... 撞在人家這個蟑螂上面... 然後... 重點是這個蟑螂提數已經... 四分之三了欸... 他等一下蟑螂提數就好了... 有點母湯... 而且X後面... 是不是還要再... 直接轉個一波啊... 啊... 啊... 這教室進來了... 喔... 這邊分一個光線...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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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不夠... 對... 才六龍... 就六龍而已... 不夠啊... 喔... 哇... 這樣換起來我覺得X是小... X是虧的喔... 也是虧爛的那種欸... 是虧爛... 真的是虧爛... 他這個... 沒有三礦... 然後... 到現在... 現在你只有這些追列可以... 也沒有VR... 對對對... 然後追列重點是... 閃追也沒有... 所以等一下這個... 蟑螂壓過來是... 三礦是完全開不了的... 欸... 我覺得... 呃... 這邊應該是可以... 喔... 不行不行... 蟑螂有點多啊... 一個電池而已... 擋不住啦... 欸... 越南村王的... 蟑螂往前叮... 往前叮... 叮死... 叮死啊... 先打那個電池吧... 他幹嘛... 他幹嘛... 他這個蟑螂... 哇... 這個蟑螂是怎樣... 還壯頭的欸... 完了完了... 欸... 他連三礦都沒有逼退... 太虧了吧... 不過正常來講... 你過來就是要逼... 欸... 但是這個三礦... 這個家裡三礦被砍... 啊... 不要砍我... 公民窗礦用極的... 用極的... 用極的... 兄弟用極... 啊... 他剛剛應該用極的啊... 用S還是H把那個... 引到... 走吧... 這樣子... 有點虧... 這樣子有點虧... 這樣子有點虧... 這個三礦被砍掉... 剛剛原本這一波過來... 應該是... 你至少要讓Has這個三礦... 把Has這個三礦... 逼退... 對... 你這個逼退... 你回來... 你掉這個三礦... 我覺得都還能接受...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這一波過來... 你三礦沒逼退... 然後你自己家裡三礦又掉了... 這波... 就是Has這邊打回來了... 而且越南床這邊還想做飛躺... 我覺得他這個龍塔有點太多餘... 他這個龍塔有點多餘啊... 他這個經濟量他也爆不出... 他也爆不太出什麼飛龍... 而且那些飛龍做出一點點... 好像也沒什麼用... 嗯... 不行不行... 這蟑螂打不贏... 追劣吧... 要一路被甩回去了捏... 不能這樣A吧... 不能這樣A吧... 好... 這要全送了... 完了完了... 太慘了... 完了... 哭哭臉了... 哦... 這樣都打不贏的嗎... 越南床王... 都完全打不贏啊... 大家經濟兵力都落後啊... 這個追劣站在那邊射都可以贏啊... 這把... 越南床王... 中期擋完那一波... 是巨大優勢的耶... 打到... 結果... 弄著弄著... 搞到這個局面... 不是很優... 好... 後面追劣全部接上來了... 完全擋不住... 直接被這個閃追操作到死了... 太慘了... 越南床王... 他蓋了兩個進化師是怎樣啊... 他這兩個進化師... 什麼攻防都沒有... 然後人就要沒了... 他是為了未來的飛蟎做準備... 太早了吧... 他連... 他連那個... 還想做飛蟎啊... 太慘了... 至少我還以為越南床王會贏... 會贏一分... 剛剛那個反打... 太抽了吧... 真的太抽了... 我真的覺得... 那個... 那個局面... 他躲上去直接把電池秒了... 再往前走... 你看那個... 到底損失會多大... 沒有殺... 沒有把他滅了... 也把他龍殺了一堆啦... 我覺得至少... 至少那些追力換得完啦... 以後... 或者是他直接把三光秤換也要退啊... 對啊... 結果他... 兩個都... 兩個都沒做到... 他剛剛是直接... 放A在那邊... 然後... 是不是剛剛家裡出了什麼狀況啊... 不然他那個正面的追... 那個蟑螂真的是空的... 那個引刀是在砍啦... 但是我覺得... 螺絲水準... 但是我覺得... 那個引刀在砍... 但是我覺得... 那個引刀應該影響... 影響應該沒那麼大才對啊... 對... 而且... 老實講他剛剛... 他剛剛有幾個點... 一個是你家裡...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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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裡本來就... 應該要保底... 再變一個檢查王城... 或者是你就... 包子塔就直接插... 你剛剛什麼沒有... 然後你家裡... 你都知道人家有引刀了... 對啊... 那我想到奶龍... 奶龍比他屌... 奶龍是不知道... 他是忘記蟲組有... 劍柴王蟲... 他忘記蟲組有... 劍柴王蟲... 他用玩人類的吧... 所以他就很直... 直觀的想說... 做... 防空塔來... 來看引刀啊... 他完全忘記蟲組有... 劍柴王蟲這個東西... 靠... 真的是歷史名劇... 那場你不知道啊... 我... 我好像有看過... 那場... 就是... 一百... 一百三還是一百五十人口... 打... 四十人口還是三十人口被逆轉 你這樣講我就知道是哪一些... 領先一百人口然後被引刀逆轉 引刀直接把他全部砍... 而且重點是他有二本... 可以變劍狀王蟲... 他是... 一個包子盤頭... 可以包子盤頭一直被砍掉... 你知道我曾經... 你知道我曾經跟AD提議說我們要... 就是... 做一個... 做一個經典賽... 然後是複製... 對手都是複製當初這些經典名局的... 譬如說像奶龍隊林嗎... 對對對... 然後可能還有什麼... 啾啾打燕阿... 或什麼... 這種... 很... 很經典的歷史名局的人... 然後再把他們湊在一起 然後我們再選同一張地獄 就這七話會讓... 人會有去啦 人會有去 絕對跟當初不一樣 對啦 就是大家 這些裡面的人應該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很久沒練了啦 除非你連版本都玩以前的 欸我們來玩自由之翼版本的 煞 娜加洞穴 其實是可以啦 我覺得 威隊軟球 怎樣 冠軍賽第七場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啦 反正其實 對你們來講 玩以前的版本跟現在的版本 你們應該都還是OK的吧 就是那個 要熟悉一下啦 對啊 好 第二張列的代表是兩千大七 第五 左下角 藍色 藍色的重學友是 來自台灣的HES 第五 右上角 紅色 紅色的重學友是來自越南的MUMAICA 你怎麼唸啊 BEN HAN CHO YEN 不知道 我知道這個 這個感覺起來很遠 這個名字 我剛剛那一把太可惜了 他真的是應該要把那一分拿下來 這邊 來加這個S S知道這個人是狗池開 但不知道後面接了什麼東西 欸 越南重王很神奇耶 他這個瓦斯還在踩 他是不是又想搞事喔 阿這個瓦斯還在 瓦斯還在踩 等一下要把就是直接輸了本 要把就是現在就可以把這張蟲蟲點下去 等一下再打個一波 我們離那個 下一屆的Dreamhack又越來越近了 所以HES 現在8月20號 剩不到一個 應該不到一個月 剩下不到一個月阿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HES 看有沒有辦法再練出一些神奇的絕技阿 希望他這次可以打出好成績 對阿 急需他打出好成績 再次證明一下自己 畢竟他也很久沒有拿台港號冠軍 大家多少 講真的啦 這個酸民還是很多阿 所以要讓這些酸民閉嘴 有時候還是要靠這些 真的還有很多酸民嗎 還是有啦 發的網路上面酸民一堆 動不動就說這個來送錢的 對不對 這個打得好難看 怎樣怎樣之類的 真的假的 我好久沒有關注VTT了 很多 還是很多 要讓他們閉嘴 還是 還是 還是要用自己的實力說話 我心中現在 星骸的環境應該是很友善的 大家都 都 看到現在都已經這麼久了 大家都很友善好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連我們 就是另外一邊的那個聊天室那邊也都會出現這種人 那個聊天室 對阿 就平常在 比如說在播星圖阿或什麼 其他比賽之類的 都還是有這種人 真的假的 對阿 我覺得比我們以前那時候理性多了吧 之前那種就是 一看到你出場就一直罵的耶 有啦 會比以前理性 但還是有這種人在 對阿 其實台灣選手現在跟國際選手的實力是越差越小了 應該說反正 頂點就在那邊啦 那些韓國選手就是站在那個頂點等你阿 阿他們也沒有 感覺其實老實講他們也沒什麼在進步 所以 你只要練得夠久 你一定會越來越接近他們 喔 這一坡大的教室 這越南仇王怎麼還在 他怎麼還在做狗阿 他是做狗是不是阿 我看一下 太神奇了吧 他這個只有狗要擋住這一波 他是不是想死阿 他是不是要被打死啦 靠腰喔 這最好是守得住啦 我才不信咧 我才不信這最好守得住 這教室有點多耶 對阿 不過這黑石也是很怕 他看到這麼多狗 就覺得是不是後面會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結果這越南仇不是喔 他就一直按狗 然後這時候在家裡等下要 哇斯球來去做飛躺 阿看到這個山礦一隻狗都 一隻龍都沒有 一隻龍都沒有 好怕阿 好怕阿 他現在才補到四個BG要做教室 阿補到八BG要做教室了 結果等一下飛龍要騎在臉上了 難道這樣也可以贏 歐買尬 好多狗好多狗 欸這真的不好說欸 這個八隻飛躺如果讓越南仇做出來 這個局面很神奇耶 喔這邊狗要去換家嗎 狗要換家 我覺得狗換家 狗換家然後家裡用 家裡用教室去用飛躺去守嗎 嗯 要換得贏嗎 想一下想一下想一下 那真的換得贏嗎 哇這裡還有卡住喔 你這狗是進不去囉 欸 完蛋完蛋家裡 要出事了 哇兩隻後蟲都還活著 這要先刷出獵了吧 有有有有 補隻 我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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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出亮亮隔屁了 隔屁了隔屁了隔屁了 隔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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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左手 他先把人進點了吧 全力點人進吧 全力點人進吧 在想什麼 你怎麼還在點追獵 人進點人進吧 OKOK想到了想到了 可是還是沒辦法 這樣這樣有 不行 不行來不及了 這個你 教室你去不玩啦 你這狗兵一定會先被殺完 追獵死光了 有啦守住了啦 只是 只是 狗兵被殺完 你手術這個也沒有用啊 只是家裡 看來是爆炸了 在死啊 這狗還在點 is 現在就是把瓦斯趕快補起來 然後家裡 家裡 限刷追獵就好了 感覺他站在那邊 把三光A了就好了 但我覺得這邊他是可以 他是可以那個啦 慢慢換就好了 跟這個正面 那這個正面這樣走出來 是可以的嗎 想這件事 他這個教室就 他這個教室把他這個 把他的這個 把他的這個 追獵當雷神在 當雷神在保護 你知道嗎 不要讓狗貼上來 他這個 這個黑石家裡 也不提閃追耶 他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撒爆追獵就好了 三礦二礦都快爆了 解釋剩一點點 這邊包起來 追獵 追獵帥起來 人進來操作了 不需要閃追 一局 我們恭喜這個 黑石最後是2比0 戰勝的 迷迷卡 這個黑石目前戰績也是不錯 可是名列前茅 肯定是前三名的 應該是第二名 第二名嗎 這場你有怎麼看 這場我覺得 剛剛那個狗 我覺得第一時間不應該去換家 所以他就直接回來守就好了 對啊 我覺得他就直接回來守 這個正面就好 反正你就先把家裡守住 硬直一波不要讓他飄進來 然後 你飛躺你後面才有做事的機會 不然你看剛剛這樣子 你狗出去換 黑石看到你狗 全部都在 都在他自己家裡 他就是什麼也不管 反正正面教室就飄進去了 你那個飛躺根本來不及親他的教室 我覺得剛剛那個局面 甚至反正 黑石的教室從那邊過來嗎 你充足的三礦是可以給的 我覺得充足三礦是可以給的 然後你就 你就守住這一波之後 你飛躺就往 你就往那個 對面家裡開始鬧 那時候有絕對的滯空優勢 而且 黑石那邊是完全解決不了你那個飛躺 他只會放家裡這樣 然後你這時候 你就可以把礦開回來 然後 開始補一點農民 大概補到50出頭吧 然後放個蟑螂槽 開始按蟑螂跟狗 你我覺得後面應該很難說 真的 好 那這邊再次恭喜黑石2比0戰勝了 那下一場是奎特對上NICE的比賽 那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